- 載伴侶,我是雀,我在桃園星光影城的《洗衣立廳看天節到處》 那是一個主打總統套房等級的名床影廳 所以躺在電影廳裡面,真的是躺在整個名床很平的可以躺在上面 然後就看傑哈巴特勒他們一家人在彗星撞地球的災難中逃難的一個故事 怎麼感覺有點過分 但這就是災難電影之所以存在的奧義啦 別人的失敗,別人的痛苦就是我的快樂嘛 那不只是黑白羊軍是這樣想 其實人類的劣根性大概就是一個正常發揮都是這樣 所以災難電影我覺得某個程度上就是 存在了這種觀影需求,人類就是你不要真的發生災難 但是你透過看電影,然後看人類面臨滅亡的危機 然後但是真實世界好好也不是真實的滅亡 根本就是非常健康的幸災樂禍的一種心理治療的療程吧 那既然這種療程主打的是 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 那要快樂的方法其實最好就是從身體到心靈 各層面都可以達到很大的滿足 所以你躺在高級面床上面 耍廢啊,吃吃喝喝啊,享受災難片的聲光效果 哎呀剛好 老實說對於三百壯士加巴特勒他的婚姻危機的故事 前面的鋪陳我就會覺得他只是一個 一開始做錯事後來想要挽救婚姻的渣男 然後後來因為一場天災的關係 他重新逼他們去面對家人很重要的這一題 然後進一步尋找說,我們其實要把握我們現在擁有的幸福的和解過程 好,但是天啟倒數呢,跟最近的一些災難戲劇 都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啦 最重要的是我發現說,現在全世界的編劇好像在拍災難片的時候 都傾向不會相信人類可以真的保護或拯救地球 這種去英雄化的編劇潮流開始流行囉 所以你看完電影的時候 那種把握當下就是好好掛和你現在的那種關後感覺 會非常的強烈 你如果用這種心情太適合躺在那種很高潔耳鳴床上去體驗 因為你就是真的在享受當下 那你在洗衣麗廳裡面 光是看大家,躺著看電影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很劣奇很奇妙 然後我現場就會忍不住這樣光顧四周 看別人的躺姿啊,欣賞一下 承認的,大家都是在Be cozy的 那過程中因為有很多各式各樣的run service 你可以要求例如說加爆米花或者幹嘛 服務人員進進出出,而且他會給你茶跟咖啡 就真的很像空姐或者是那種run for service 那是你就不會有被打擾的感覺 或者應該是說,我覺得進來追聽的人 本來就是最終之一不在酒啦 不在電影,純粹的電影本身 自然就不會太在意說你前後左右有沒有人在 滑手機開燈,然後呼叫服務人員點餐 然後說話聊天那些 甚至你發出一些例如說打開塑膠袋或吃東西的聲音 你會覺得有點好玩、熱鬧、很像在廟城上 或者是小時候體驗露天電影院那種 大家一邊看電影一邊不專心刻瓜子聊天 享受一起看電影的快樂這件事情 只是以前露天電影院在台灣 我的印象是坐板燈或者是塑膠椅子啦 但是洗衣力亭就是躺在一個可以操作到 甚至完全立起來讓你坐好的一個床椅的電動椅 那你也可以完全平躺啊,像是躺在一個有冷氣 但是沒蚊子的星空電影院 看電影那種感覺奢華到極致 我是確確,台灣人超級愛看災難片的 只要是災難片的票房都會超好 《五乖乎天傑道》說票房當作第一名啦 但是其實它好炸場面不多啦 它其實主要是末日世界的人類的心靈思維的 文系取勝的那種風格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人性糾葛的故事劇情的朋友 你可以就是去看 那如果你是為了大場面而想看的朋友 可能需要考慮一下 就是重建一下你的心理觀影的心態 它不是那種看了會亢奮 然後血脈本張的那種末日電影會看得很high 但是呢,我是覺得一輩子體驗一次洗衣力亭還是很不錯啦 我覺得很多人應該有這種想法吧 就是因為電影上場之後 我發現好多人都在拍照留念跟這些影廳拍照 有一種總統套房到此一遊的概念 那最後提醒各位朋友 就是你的訂閱按讚點小鈴鐺的一小步 會是我人生中的一大步 所以拜託啦 按過的朋友也謝謝你囉 我們下次再來聊天 掰 You check it out 最近疫情開始已經被壓制下來 有沒有進電影院 電影院等著你進去吹冷氣 看到什麼好片 記得一起留言分享 我們下次來討論